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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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堂大叔 啊 啊 啊 我现在必须呢 要赶快做这个视频 不然的话唯一的一台 这个车就被拿走了 我也不卖关子了 这一台就是唐大叔手上的另一台 2017款的大切 然后这一台是Overland和V8引擎的 等一会呢我的客人就会过来 如果没问题今天就把它开走了 手头上好像没有这样子的 啊 废话不多说 Let's go 大家还记得呢前两天我做了一个 啊 开始进入2017年吉普系列了 当然木马人咱没有这个也说过了啊 想看一些木马人的新闻呢 可以看一下前两天大叔做过那个视频 今天的主角依然是大切诺基 昨天呢啊前天吧做的视频是Limited 大叔说过Limited的定位我认为啊 对吧这个大切其实就是SUV 如果家庭选择SUV的时候啊一般的使用 那Limited有皮有天窗啊有到货雷达 这些东西也很好 然后呢最好配个V6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了 价位也适中 那接下来好了 大家已经另外一些人呢 还很喜欢大切 可能是第二次买也可能是就是说要追求更奢华一点 啊 当然了性能上有更多要求 所以Overland是这样的定位 那Overland呢顾名思义 其实就是一个做一次没有计划的旅行啊 一个未知的探险也可以理解 那所以Overland呢它其实我认为在大切诺基里面 虽然上面还有Summit灯顶板 在上面有SRT啊 就像一个赛车定位的这种性能的SUV 啊 但我认为我个人最喜欢还是Overland 因为它代表了吉普的精神 吉普的精神就是对吧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Overland只是个做一次未知的探险 那当然你也要有这个能力才能做未知探险 不然卡在半路上 这可不是好玩的东西 所以Overland一般来讲啊 是这么来说吧 在大切里面到了Overland这个级别 就开始有Air Suspension的标配了 对吧 啊其实只有两款车 这个和Summit灯顶板有 那有了Air Ride之后呢 或者Air Suspension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在平时的驾驶的过程中呢 这台车会更大更加的平顺 因为这个对吧 听到Air就知道了 它的避震里面有这种Air升降的 空气升降的 那肯定对驾驶感觉肯定会更好 第二点的话就是平时开的时候 是一个SUV 甚至可以再降低一点点 对吧 就是在高速行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这样呢 第一空气动力学更好 第二的话更省油 那再来的时候 如果出去探险的时候 出去玩的时候 遇到前面一个路况 那一般的车子就一个高度 对吧 这个所谓ground clearance 通过这个高 就是底盘高度就一个固定的 但是呢 Overland它就可以升高 身高大概这个三四寸这样 你就可以过了一些 前面哪怕倒了一棵树啊 或者干嘛的 就可以过得去了 那这样在越野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话来说呢 如果说木马人是一个想去哪就去哪 然后这个人车合一自己来控制的一次 这种很刺激的探险 那大切诺基或者Overland这种去越野或者去探险的时候 就是一个奢华舒适豪华的这么一个探险旅行 因为它很舒服 但是呢 它也跟得上木马人 在一个原装木马人的情况 甚至是小改动的木马人 因为它有升降大切 而且它用的这个四驱系统是智能的 唐大叔以前多次讲过 这种所谓智能的Quartrack 2 这种自动系统的四驱呢 其实比一般的司机都要就是说判断的更好 这样就车控制的更好 虽然它是智能 那它智能里面也是半自动了 可以用全自动模式 但半自动模式等一会我会给大家演示里面 可以去调具体是下雪的情况啊 沙子的情况啊 泥地的情况 还怎么样来改变这种车的一些微调的东西 那这些里面呢 这些东西呢 在木马人上肯定都没有了 你要不然就全是高速四驱 低速四驱 但当然也有一些小东西 那就是这两种最根本上的不一样 那说了这么多呢 回来我们现在眼前看的也知道了 17年嘛 多次提到了 最大的几个变化呢 首先 对吧 这个logo更突出一点 然后呢 然后呢 字体呢 所有的大线上面都是这种 这个外面是chrome的银色 里面是黑色 显得比较粗犷一些 第二呢 我们就顺便绕到侧面看 侧面看的话 这个7个7-slug grill 这个7个前脸这一块 其实有点小 更小流线一点 但不会像小切诺基或者自由光那么的弯 那么夸张 还是比较settle一点 就是 这里小彩蛋 大家看一下有个小机谱 然后这个灯呢 那其实也感觉 啊 就是这一块的地方 比以前的成体比例上有一些变化 那 最最主要前面7-slug grill 一眼能看出来 它其实比原来版本要分开的更多一点 也是感觉更粗犷一点 所以整个大窃今年感觉出来 就是 对吧 可能是太多这种其他品牌的SUV 都追求一些 这个圆冬冬的流线的圆角设计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 唐大叔的话就都是圆冬冬的小小破车 那大窃今年反过来 弄的比较 我觉得比较这个粗犷一点 不管男孩子开还是女孩子开 有这个吉普的感觉 那从外观上咱们再看看这个overland 因为overland就比较算是奢华 但是呢也不过不会太过于这种 比起上面来讲我觉得也没那么矫情 上面确实比它贵一点点 但是 就超级奢华那样子 我觉得缺了点吉普 这种粗线条的味道 所以我最喜欢的其实真是overland 因为你需要什么东西呢 皮椅天窗 天窗的话是大天窗 这台 皮椅上面 当然写的overland 也是皮椅冷热的 这样加热后面 后面是加热前面是冷热的 那还有这个轮轮骨呢 也可以看20寸的轮子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该有的都有了 然后它有升降 有最好的吉普的智能的这个越野系统 在这个基础上呢 如果大家还要弄一些新的高科技的东西 也是可以升级的 一会儿上大师在洗手 好了 又是绕了好几圈 把背景介绍完之后呢 那咱们坐进去看一看吧 现在呢 大叔手上的是大切的overland的钥匙 可以自动的打开后面的tue gate 可以远程启动 在锁车模式下按两次 就会把里面的空调打开 如果不需要呢 可以按掉 或者等车呢 五分钟你没有去 大概五分钟它会自己关掉的 不会一直这样烧的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比较标准了 大叔也多次讲过了 大叔也多次讲过了 这样就一袋带过去就可以了 那 豪华SUVMIA 都是肯定是可以 Keylai Sentry手一过来 自然的动作 打开就把门打开了 关闭的时候呢 就按一下 打开的时候呢 如果呢 现在唐大叔钥匙在这里 不小心呢 落在车上 其实平时也不太会拿出来 但是 有的情况下 如果两个司机情况下 我就说是锁不了车的 对吧 下不来 好 那打开大窃以后呢 像Limited一样 其实这块的话 倒是很类似 用一种这种 暗金色的颜色 这里有 然后很多Chrome 显得很高大上 这个木头摸上去 也很高端的这种感觉 这里Soft to the touch 当然呢 一般手呢 是不会放在这里 对吧 这个还是皮的 那在Limited上面呢 就是有点塑料的感觉 但是也对吧 硬塑料没什么好处 感觉还不错 这里就是放手的地方呢 肯定是Soft to the touch 很舒服 驾驶位和副驾驶都一样的 有Overland Stitching 对吧 封上去的 白色的封线 配着深色的内饰 很漂亮 那看到这些孔就知道 就是这一台是冷热椅 前面都有的 然后后面的椅子呢 是可以 这个加热的 我觉得这个U-Connect系统呢 都是和Limited一样的 对吧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大家细节的东西呢 我放一个Link 去我之前Limited 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台和Limited最主要的区别 唐大叔呢 刚刚讲到一半 这个 我觉得还是定位上面 首先大气呢 目前来讲有三种 这个引擎的组合 全系都是8速的变速了 但是引擎的话有三种 V6的汽油 V6的柴油 还有V8的汽油 我觉得如果 几个级别大的来讲 就是基本的Lirado 第一级别 不是太推荐 因为玩不出大气的味道 既没有四驱 也没有皮椅 然后其他东西也没有 那玩不出那个味道的话 我觉得 对吧 就是好像吃的不饱不羁一样 没意思 Limited的就可以了 一般家庭使用 然后也基本够用了 反正将来不拖东西 人做的少一点 就是因为有四驱嘛 8速变速配V6 一个基本够用了 295匹马力可以了 那Overland的话 那就看个人喜好 如果你喜欢脚下 给油就走 那肯定喜欢汽油 汽油的引擎 而且Hemi的V8 这都不用说了 克莱斯勒 包括皮卡 包括克莱斯勒300 所有旗舰产品 都用的这个引擎 那又配上8速的变速 和节能模式 这个MDS 节能模式8缸 起步和超速 超车的时候用8缸 车子只要一起来点速度 就换4缸 所以你算如果是一半一半时间 这个8加4除2也是6 如果你V6引擎也是6 但是呢 其实油耗差 差那么一两格 也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真的要想比较体验 这个大窃的话 首先引擎上是这样子 如果你选Overland 另外一个最主要就是这个升降 所以呢 对吧 吉普木马人你可以改 加高乱七八糟的 用这种方式达到升降 达到升高的效果 然后更好的越野能力 但大窃的话奢华的 它既是城市里面超舒服的一个 可以居家的这本SUV 但出去玩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升高 升的时候呢 当然大家没有坐在车里面 尽量可以看看 先前面提起来 然后在后面升高 现在我已经调到最高一档了 那如果我们在车外面看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车子已经升高了很多了 非常明显的升高了很多了 这个时候呢 当然知道下面的ground clearance就会高很多了 前面有个什么被风吹倒的树啊 或者什么的都都很好过了 所以呢 这就是享受到大窃 或者说感受到大窃真正的这个这个比较有味道的Overland 对吧 V8的引擎配合这个可以升降 当然呢最后那个V6的柴油引擎呢 它的定位唐大叔是也比较明确 如果你开的非常非常多 长期出去旅游 一年能开到三万公里以上 三四万甚至 然后呢你拖一些东西 那个小船啊 小房车啊 什么东西的 这样子呢 你是会投入这个V6 它平时会非常省油 这个我也不细说了 就是8格9格 而且柴油在加拿大的奖比那个711便宜 但是它扭力特别大 那个400多的扭力 加速的另外一种加速的感觉也很爽 但是你前期坐入这个投入了对吧 就要多个五六千块钱的前期投入 那这个情况下 你要开的多才划算 不然的话五六千块钱 也够你开好久的油了对吧 因为你这个汽油 就算V8的话 柴油比 油价 你中间的差价 几千块钱也够你开个几年了 所以你想清楚 这个是这样的定位 那三个引擎我觉得都很明确 那一般来讲 我认为Limited 真的不要去升级那些引擎那些 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我觉得 感觉不是在高大上 将来在对吧 唐大叔就是看的角度 不要看价值 将来在卖的时候 假如说你V8 V6 也不会多卖多少钱 Overland就不一样 你到了这个级别有升降 配V6也好 V8也好 而且最好配V8 或者是柴油的V6 这个才玩出感觉来 不管平时开啊 还是说出去 对吧 拖点东西啊 你有升降越野 跟得上木马 你就可以出去爽了 所以呢是这么个定位 更详细的每一个东西 我大概瞄了一下 除了一些小的东西 内饰的东西 刚刚大叔也提过了 冷热鱼什么 其他U-Connect系统是和以前一致的 对吧 和前两天讲Limited一致的 那这一块的蓝牙都是标准的 也和Limited一样 U-Connect系统也是一样的 下面这里呢也是一样的 也有运动模式 节能模式 还有那个 就是在里面还可以调一些 倒是说过了方向盘的感觉啊 会可以调这个 对吧 普通模式运动模式 还有那个就是松紧称都不一样 那方向盘有点不一样 像那个Limited是全部一体的这种 皮的这种这种方向盘 这里呢 木头显得高大上一点 更多的木头的感觉 最主要呢还是这个大天窗也不一样 如果从配置和内饰来讲 那这个全景天窗 Overlay 比较爽一点了 大概是这些地方 所以呢 啊 唐大叔呢其实一直在做视频 都希望把视频做的短一点 啊 当然不是通过像今天这样子 好像很着急的方式 而是说 我让大家对吧 如果讲过很多次的东西 像U-Connect系统 全部系统都一样的 如果皮卡讲过了 或者其他的 像昨天前两天讲的Limited 讲过这个 那就不需要再重复浪费大家时间 回头看那个就好 最主要的分别 但是最最主要的 我觉得还是唐大叔对这些车的观点 啊 当然我也不敢说自己 就比大家懂得更多 只是说我至少跟大家一样写 喜爱吉普这个品牌 对吧 那 呃 在大家决策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是选对哪一个级别啊 哪个引擎呢 那我从这些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唐大叔的观点 和定位 当然呢 有一点优势唐大叔比大家好一点 就是我在这个汽车行业里面 我大概会多一想说 多想一些将来这个车假如卖的时候 你选的这个适不适中 对将来的这个resale value有什么影响 可能给大家参考一点 那买车的时候 是不是要选这个更高定位还是低一点的 那可能会影响大家的预算 对吧 所以我说Limited是适合一类人的 把吉普大切当做SUV来用 那你就就一个Limited V6 汽油引擎就可以了 如果是大家就是喜欢吉普 是因为吉普这种go anywhere 对吧 它的能力它的一些东西 那最好把升降 还有V8 V6 这个克莱斯最好的几个看家的东西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 特别在国外嘛 毕竟路开的 你可能开的比较快啊 不像我们一直堵车啊 所以V8.7也不用太害怕 只要开起来的话 油耗什么都是可以比较可控的 对吧 当然今天是比较着急一点 因为呢 我看了一下我想做这个视频 可是已经有人盯上这个车了 今天如果不小心 万一被开走了 我就没机会做这个视频 那因为我很喜欢这台车 确实也是 所以今天跟大家呢 讲一讲这个可爱的overland 今天可能车讲的相对少一点 但是呢就是重点几个地方提一下 而更多讲的是 顺便一起把这个大切诺基吧 这个定位的东西讲清楚 然后接下来如果有机会有SRT 甚至有这个Summit Summit唐大叔可能有柴油版 哎哦我讲过了 我讲过了 所以呢齐活了 当然当时长的是一六的 但没关系 主要的分别就刚刚那几个小的 今年主要看的还是Trail Hawk 哎呀Trail Hawk什么时候会来啊 好爽啊 对 今天重头戏大切是Trail Hawk 那个真正是对吧 偏越定位 就好像木马人里面的罗比肯一样 这个车性感 哇 性感啊 性感啊 今天呢很高兴 又跟大家讲了一个大切 我发现大切呢 喜欢的人很多 看的人也很多 所以呢 接下来当然重头戏 就是Trail Hawk了 啊 所以呢 哎呦真是不错 怎么又扯到这来了 又在歪歪了 啊好的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感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